今天上午宜蘭說台九丁十四點二公里處發生的車禍 男子騎乘機車經過不明原因墜落 搜救人員趕往現場聽到這下方的邊坡傳來敲拾球員的聲音 趕緊下切救援 男子被救起身上有多處擦措傷 他的意識清楚 搜救人員垂降到邊坡下 利用長輩板將男子固定後 慢慢將他拉上來 來接一下 二三號中午十分 警銷人員貨爆在台九丁縣十四點二公里處 發現一輛機車還有一雙拖鞋 不過機車起勢卻是不見人影 怪異是墜落邊坡報警求援 搜救人員抵達現場 聽見男子在邊坡下敲擊石頭 不斷發出聲響 吸引人員注意 確定男子墜落邊坡五十米深 立即展開救援行動 聽到山下山谷底下傳來民 該民歧視的護救生 就立即實施救援行動 現場歧視以十五十八分順利搶救脫困 搜救人員花了三個多小時 終於將男子給救起身上多處擦措傷 疑似騎車經過不明原因翻車 機車橫躺路面 騎士也墜落邊坡受傷 意識清醒送醫 意外發生原因 警方後續釐清 記者紅方聲 宜蘭報導 從來自衛逆 領土視聶 中心 剑 東